網團昨天將七十多萬份的珍愛藻礁公投 連署書送到了中選會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就表示 尊重公民行使權利 政府不會提案反制 但會再把政策向人民說清楚 而國民黨團今天則在立法院提案 要求三接立即停工 但是被綠營否決 環保團體十八號將七十多萬份 珍愛藻礁公投連署書送建制中選會 中央是否會提對案反制 行政院以表態沒有規劃 院長蘇貞昌十九號也表示 尊重公民行使權利 會再把政策向人民說清楚 中選會則指出接下來六十天內 會喊請各護政機關 完成查隊連署書 再公告公投是否成案 面對藻礁公投幾乎勢在必行 府院黨為了加強溝通 民進黨團大會就找來行政院 副院長沈榕金和農委會等相關部會首長 就大談藻礁與中油天然氣 第三接收站等議題 為黨籍立委上課 定調面對媒體與基層支持者時的回應 院長一直強調政府議題 然後我們很樂意把行政部門 尤其是包括農委會的時候的政策 來跟我們自己的委員 來做更完整的說明 據瞭解六寅四月份 還將啟動全臺超過三百場的施政說明會計畫 總統蔡英文也會參與部分場次和民眾對談 不過來因擔憂 蔡政府會趕在公投過關前 興建三接戰 十九號在立法院會提案要求三接立即停工 但經過表決仁不敵綠營席自由勢 南偶呼籲希望執政黨傾聽人民的聲音 找出替代方案回應 而不是想方設法反制共投 謝謝 GV 吳家寶 張國良 台北報導